大家可以看到它垮它的位置 已经完全把它的组层中墙已经击垮了 现在我们是用中建5G 请求了中建5G配合我们 在里面进行了灌墙 确保它结构的稳定性 要不我们现在是完全不能在这里站立的 东侧这一栋建筑 它的后侧 它的北侧那一面 被这一栋建筑坍塌下来以后 顺带塌了它的楼梯间 等于它的六楼 五楼 四楼 有局部进行的坍塌 所以这两栋建筑 东侧建筑和西侧建筑 在我们营救过程 给我们造成了极大的麻烦 为什么呢 它随时都可能向下 向东 向西倒到风险 所以我们的营救人员 无法在这个正常的正面开展石灸 这种横斜的 竖的 直的 搭出来的全部都是固定 这个组 这个建筑的 一个支撑架 防止这门建筑向它的西侧 发生倒塌 或者通过趴塌进去挤压 向东侧倒塌 现在我们了解的情况 我们前方探索的那个空间 狭小空间里面 可能有三名被困者 现在我们能够对上画的 已经有两名被困者了 就是要手动破坏器材 其实我们刚刚给的看到的 拿进去撬过进去 要挫 把里面的这个小砖块 这红砖砖块 一块块的挫 挫松 挫松以后再一块块 再把它掏出来 现在给它的是一个 舌眼的一个阴视频 声明探测医 那么它的话主要是为了让战士在里面 精细的准确的去定位 不要再造成对于 压埋者的一个二次伤害 刚刚的音乐 她的有趣 这个差不多一步 咱们去看看 里面的一个温暖和 隔壁 有点重点 我们现在这边的 这边的备材 你们要查一下 我们这个期间 在此 Casas 这边的就完蛋了 这边的 是 你 还要去 的话 黄家